交通部分告署正式掛牌成立 这个命令也好 任务也好 我们就是努力达成 不过我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台湾要越快进入一千万俱乐部 是非常重要 所以一千万 我们在国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其实他是看一千万两千万 所以我们希望说 尽快的进入一千万俱乐部 那么我们越高越好 所以部长的任务 我们全观光署 我们一定会努力 这个环境并不陌生 但是我们要重新出发 因为在COVID-19之后 怎么样贴近产业界的需要 那么真的是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观光局变成观光署 我们在战略上 在策略上 是需要有不同的一些思维 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就是2025 台湾在2025 怎么样在世界上 是一个发光发亮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日本过来跟台湾过去的好像都不太成比例 那是国内的旅游 好像体积有一点不能信国人留在国内 您这有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就是日本这个市场 它是以国旅为主 所以它到海外去呢 大概只有3000万 是有护照的 回过来换一个方式来讲 就是说现在来讲 其实汇率的影响确实是有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用主题来吸引 还有日本它很多毕业迷 还有很多他们很多铁道迷 他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赏鸟的爱好者 用这样子不同的生态的方式 用不同的我们的圆明文化 还有美食 日本人非常喜欢台湾的美食 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些布局 那么疫情之后 游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所以很多国家都已经准备了 那我们更应该加快脚步 部长也特别交代港务公司 这些港口的整备 还有航港局来航线上的协助 那么我也会跟这个 我们的旅行业人 那是用这个不同市场的特性 不同这个年龄层的这个角度 来做包装